我今天走了這麼久,尤其是行山 就算是烈日當空,我覺得今天得著就OK了 我不會說沒什麼收穫,其實也挺有收穫的 一大奇蹟就是一滴汗都沒有出 就算是受驚客那些,會不會流冷汗呢? 都沒有,冷汗、熱汗都沒有流 有時候不是說你做運動辛苦,或者你熱的時候出汗 有時候受驚客都會出汗 我說是,我是聽到懷疑有些東西在附近我 但我又沒有出冷汗什麼 走了這麼久,一滴汗都沒有出已經算是這樣的 我也覺得算是挺滿足的 那我還是要回去喝一下湯,充一下電 電話,即是手機沒有電,就一大障礙了在香港 但是,其實我想我將來上到山都可以不需要用電話 老實說,不用用電,對吧? 只是說新火呢,新火呢 我們整班人,即是在初級課程那裡 整班人,幾條女家,幾條女家在那裡 我們每個都撻不著,原來我真的用火石撻不著 搞得要用另一個東西,即是黑色的東西 才勉強撻得著,就說你知 真的很困難 我去想一下,我覺得是很大的挑戰 只是生火,即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我們城市人很多時候都已經沒有了這種技巧 沒有了這種技能,即是失傳了,知不知道 在野外生火,就算用那些東西,都很難生火 即是不要想,不要只意打火機,知不知道 即是,你知的,例如說什麼 啊,世界末日,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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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知道 那你不可以靠打火機 最後要轉目取火,我說高級課程 就轉目取火,我真的不知道我們會 什麼時候才能生火 真的,即是你什麼時候可以生火呢 就是這樣,在這裡撿一下撿一下,撿一下 真的,轉目取火,N世都沒有生火 我現在,即是我們整班人都說明 他們那些,說明自由行 即是,還有一些是,經常很喜歡行山那些 那些是,supposedly應該是專家 他們照理上應該是專家 他們要撿一下火,跟我一樣那麼困難 跟你說,生火也那麼難 都還未開始轉目取火,生火已經那麼困難 但我告訴你,絕對不可以放棄的 真的,其實,轉目取火是最基本的野外求生技巧 即是,沒有火怎麼可以呢,對不對 沒有火那夜晚呢,即是沒有營火呢 那些野獸那些,就,就兇的了 但你有火,他們就沒有那麼兇的 對不對,所以火很重要 而且火又可以,即是你沒有火又 你沒有火,就是煮不熟的食物 煮水是要用火,煮水要起火 煮水要起火 打獵,真的,真的獵到兔子的時候 你要生火,燒到它才行 是不是,你一是就,Skin了它 即是,你知道Skin是什麼 就是,剝了皮,就剩下一點肉 剩下一點肉,然後怎樣呢 你還是要是煮了它,要是就BBQ燒的 那你始終都是要,都是要生火 如果連火都生不了的話 即是,如果連火都生不了的話 就,不要想其他事情了,老實說 火原來真的那麼重要 你有體能,即是就算你體能很厲害 你可以行山,行很久,行一行 但你走到最後,你都是要吃東西的 對不對 即是,你野外求生,你都是要吃東西 以及你都是要睡覺 最終去到野外,火是生存的 即是,生火是野外生存的 必須有的技巧 即是,你知道我多縮骨 你知道我多縮骨 只要我可以生存到 我可以不用煮東西 即是,如果我生存到 我可以不用煮東西 即是,用生果,蔬菜 我可以撿飽的桶就行了 不用煮東西 但問題是,去到野外就很難說了 真的,去到野外的話 你無論如何都避不開 你需要清潔嗎?有沒有清潔技巧? 我說清潔技巧? 用甚麼呢? 如果我生存到 其實我不需要那件事 我就可以不做 可以不學 但有些事我說 真的不學不行 不做不行 是不是 野外生存那些 真的不學不行 不做不行 我覺得那些城市人是不理解 他們想著 唉,這些才是生存技巧 甚麼independence living 我說那些不是independence living 麻煩 你就算學不成都不會死的 有些技能你學不成是不會死的 你都有方法可以生存到的 就算你說 就算是清潔和煮食 即是在現代社會那種 你是不需要的 即是,如果你在這裏生存的話 就這樣洗些生果 洗些蔬菜 吃個沙律 你日日 你是可以生存到的 知道嗎? 即是 在現代 現代香港也好 英國也好 其實你根本是不需要懂得煮食 甚至乎可以是不需要懂得清潔的 即是你最基本 即是你最基本 抹到你 抹你要吃的東西 或者你洗你要吃的東西 你吃得下肚呢? 就沒事了 即是有時有空就抹一下 即是超級無敵污的時候 就抹一下吧 即是不會死的 你不懂得 你也不用說做得真的很好 但是呢 野外生存呢 你不能好說 因為你 生不到火就沒有了 對吧? 我說體能也必需要有的 不然山上邊有些什麼瀑里 你說怎麼辦? 瀑里里 尤其是晚上 我說夜視能力 一定要有 你難道說我趕路 我日頭呢 我日頭日光日白的時候 就在荒山野嶺 晚上我就回到市區 我說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迷路怎麼辦? 對吧? 很容易迷路 在山上 一迷路 黑了 什麼都看不到 對吧? 那你又是拜拜 是很慘的 告訴你 我上野外生存的課堂 其實有很大的得著 就是有些東西是真的 一定要學的 一定要懂的 有些東西不一定要懂的 就是我媽說 你生存的時候一定要學這件事 我說其實不需要 但是呢 我發現呢 就是我媽她自己考金章的 她自己考金章 其實我覺得呢 她考了金章那些東西 就是她考了金章那些東西 才是我們人類最需要學的東西 但是她反而這些東西又沒有那麼緊迫 就是她沒有說 你一定要學懂野外生存的東西 就是 照理上她考了金章她應該這樣 就是她應該督促我的嘛 不一定要是武術的 就是武術我都說 武術你督促我呢 我就會很厲害 武術我當你不督促我了 野外生存你應該督促我吧 是不是 就是不要說 不要說城市生存 我覺得野外生存是重要很多的嘛 你想想 城市生存呢 它是假設了你有錢交租的 是不是 就是它是假設了你有錢交租的 那你沒有錢交租怎麼辦 你沒有錢交租怎麼辦 你沒有錢交租怎麼辦 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了 它假設了你有錢交租 那你沒有錢交租 你什麼都不用說 你懂得煮東西怎麼辦 都沒有廚房給你煮東西 是不是 就是你懂得清潔 那又怎麼辦 是不是 如果你睡街 難道你掃街嗎 你掃街也不會有人給你錢 是不是 除非人家請你掃街 你就有錢收了 如果不是你睡街 沒有人請你 你清潔和煮食 這些技巧是完全沒有用的 人家的懂得煮 人家是大廚來的 人家收錢煮食 你懂得煮食 都是基本工 有什麼用 都是沒有用的 它是假設你有錢交租 你說我說得正確 但是野外生存就不是 野外生存不用假設你什麼 假設你有錢買那樣東西 你已經先買了那樣東西 那你說 買把刀貴一點 還是每個月交租貴一點 我敢問你 一把刀可以萬能的 知不知道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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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怕刀 就不要在野外生存 因為你一定生存不到 很難的 你人 除非你練成神功 練成神功 你的爪好像刀 你手刀好像刀 你一砍 拋樹就倒了 你不用斧頭 你手刀就是刀 你手刀就是刀 一砍 開樹就倒了 那你還用刀 然後有些什麼 要刀才可以開刀 練了什麼大力金剛紙 大力鷹爪弓 一爪 爪一次 已經是等同刀一樣 那你就不用刀 你未練成神功 就當然要把刀 很多東西都是 你未練成神功 你就要把刀 我又問清風Sir 我問他 呃 呃 女士月經怎麼算好啊 最基本的東西 呃 女士月經怎麼算好啊 呃 你猜他怎麼說呢 他說 沒有的了 你只可以用城市的東西代替 其實我覺得呢 如果我研究歷史呢 就是我研究中國歷史 在未發明衛生巾之前呢 那些女人是怎樣可以 呃 就是野外生存 你知道嗎 那些女人那時候呢 她沒有月經 不是她有月經 但是沒有衛生巾 她們是怎樣可以 呃 就是 清潔自己呢 因為你知道 其實很重要的 就是不可以說 呃 有得她髒了 那些血周圍 那些血周圍 周圍周圍 周圍都會有血緊 我說周圍有血呢 那些野獸或者那些蟻呢 那些昆蟲那些呢 就會夜晚開 就會作惡 就會吃了你了 那你說怎麼辦 那你說怎麼辦 就是說 你說怎麼辦 就是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老實說 所以我就說 一定要研究一下 看看她以前呢 就是古代女人呢 在未發明衛生巾之前 是怎樣解決月經這個問題的 她們一定有辦法解決的 是不是 就是 你看到那些人穿古裝片呢 不會說 下面全部都是流血的 是不是 她一定是有解決方法的 我們研究這個解決方法 是什麼呢 是不是 就是 你知道清風Sir是男人來的 她不會明白的了 就是 可能要有個MISS 就是有個MISS 考牌的 就是這樣說 有個MISS教你 如果真的沒有衛生巾 應該怎樣做呢 長期怎樣做呢 我懶一條毛巾 你懶一條片是怎樣 就是整條毛巾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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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些東西洗一下她 就是厚一點的毛巾 就是幾層這樣 那沒辦法的 不是怎樣的 就是我現在都還沒想到 是不是